发生冲突的现场 一大群人站在路边 有人挥手示意伤患位置 而救护车抵达后 救护人员也赶紧将伤者 送到警铃的医院治疗 冲突中这位柯姓夫人 四肢被抓伤淤青 练家也红通通 原本她星期六参加 某位示意员支持团体 举办在澄清湖的烤肉趴 却遇到在LINE上面 互嗆的彭姓夫人 我们在烤肉他们很吵 然后人就来了 人来了之后吵了吵了 救护车越来警察越来 就这样结束了 两名妇人都是志工 目击民众说 当时双方见面突然爆发口角 柯姓夫人被推倒 指控对方的儿子 也加入战局抓上他 他们是在共同的群组上面 有发生言语上的口角 应该是说今天双方 是第一次见面 然后可能因为经由 那个LINE的图片 童小姐有认出柯小姐 然后她看到柯小姐的当下 她就马上去推柯小姐 把她推倒 双方原本互不认识 只是在同一个LINE的群组里 因为误会发生口角 没想到狭路相逢 就在烤肉趴 认出对方爆发冲突 警方到场 双方已经距离很远 都被双方有人拉开 那当事人一方 她是自称头晕 那我们警方看 是脸部有稍微红肿 目前她已经到拍所提告 柯姓夫人全身多数挂彩 心有不甘 坚持提告对方伤害 原本都是有同样 支持理念的支持者 却在提前庆中秋的烤肉趴 大打出手 也让这场烤肉活动 无法开心收场 记者陈婷宇高雄报道